我们经常说,活在人间,苦恼它是一定不会停掉的 为什么呢?因为在人间,它本身就是一个烦恼的道 菩萨到了人间,它都会烦恼 我们修行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所以要找到烦恼的根是什么? 那就要去除心中的一种贪念 而这种贪念呢,只要你在人间,你就会有贪心出来 想一想,我们很小的时候,看见姐姐多拿一点了 可能这个妹妹就会一定要多拿一点 实际上这就是贪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已经得到 就看见别人在不断的得到 所以自己就会不停的溯去 这样的话,就增加你的贪心 所以学佛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完全断除贪心 因为贪心会让你呢,变得越来越饿 因为你不停的贪 当你贪不到的时候,你就会不开心 不开心产生一种憎恨心 真恨心,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一种恨心 所以举个简单例子 过去你在公司里上班 看见别人好了,你就会嫉妒他 实际上你好的时候,别人也会嫉妒你 而这个时候,你从来没有一种平等心来看待 所以真正的要去除烦恼 实际上就是要把自己的境界提升 就是把自己做人要做得圆满 就是要懂得怎么样用佛菩萨的心去做事情 做人做事都要用佛菩萨的心 所以更高的境界 用佛性讲,叫不以姻缘度众生 因为我跟你前世有缘分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家人 所以因为这个姻缘,我才去度你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实际上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功德 我们无缘不失,无缘的度人 救度有缘众生并不是代表 你一定要救度那些自己有因缘才能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 大家第一不要着相 第二,我们做人 一定要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去做 着相就是看人说话 看人做事 所以金刚经说 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实际上总的来讲就是没有自己了 没有我相了 没有他人相看不见 实际上就是正无空性 实际上就是让你好好的放开自己的心 要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要圆满 才会出智慧 一个人心里想不通 智慧生不出来 你就会痛苦不堪 因为你心中整个的牵扯在这个因缘当中 最后因缘会伤害到你 所以我们修心 最重要 要修掉自己的分别形 修掉自己的贪心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心不能动 心乱动 情会迷 心不动 你就管住你的缘分了 所以一动感情的人 做事就会不理智 佛经常讲众生不可思议 实际上这句话就是说众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只要你融化在众生里 你就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力量 所以当众生能够跟你合而为一 你就是菩萨了 所以众生迷失了佛性了 他们成为了众生 当他们和佛性合在一起了 他们又是菩萨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跟菩萨心和佛统一 心灵当中怎么样能够和佛 和宇宙合而为一 所以很多人过去整天算命 那想一想 你心中自己有佛在 你不问苍生 问鬼神 你为什么不去问自己佛性呢 你为什么要去找鬼神呢 所以命是你自己能改的呀 你为什么要去算呢 算出来的是不能改的命啊 而你能改的命是你自己控制住的 你天天做功德 天天学菩萨 天天做好人 难道 你不能改变你不能改变你自己的命吗 所以我们人 一定要找到一个人 一定要找到一个办法 来解决你现在在人间的事情和问题 你必须想得开 你就得学出事法 也就是说你必须离开这个世界 你境界 你境界很高 像菩萨一样 你才能看待这个世界真正的一个根地 根基 也就是说人生无常 举个例子 你小学生永远想不出一个方法来解决你 小时候所碰到的困难 你只有 跳出小学生的圈子 你已经学到中学生的思维 你才能解决小学生的思维 就修犹如 一个病人 他永远不知道他自己的病有多重 你只有跳出你是病人的圈子 你好好的学医 最后你能知道你自己的毛病是怎么样的一个毛病 所以学佛要懂得学真 有一位佛有跟师父讲了一句话 他讲你有一句话 我特别感动有感应 我说什么话 他说在人间如果不好好的修 那就是白修 你们听得懂什么叫白修吗 白修还不如不修 不修说不定不做坏事 还能够投人呢 而有些人白修 就是白白浪费了你所修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都是不如法 有漏的 举个简单例子 过去这个人不练才 没学佛之前不练才 他至少在练才方面他没有造业 他学了佛之后 他练才了 他不就是比不修还要糟糕吗 因为他走偏了 所以学佛真的要好好的 不能一会儿做好事 一会儿做坏事 我们人 感情出问题 婚姻出问题 事业出问题 全部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命运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也是掌握在你们的手上 不要去找人算命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要挖出自己的本性 才能彻底的改变自己 人家说 我算算命可以吗 台长 认为一切随缘 但是不要掉进去 算命师父可能也是给你一种启发 他可以告诉你一些你的命向 但是 你还得靠自己来好好的改变你自己的命向 所以这个世界 谁能脱离人间的苦难 这个世界 自古以来有多少烦恼 自古以来有多少的人 能够摆脱人间的困苦 这就是人的境界问题 所以 你们要想知道 活得好不好 前途会不会好 孩子会不会好 你们就要 好好地靠自己修行 修行很困难 但是必须要修 就像读书很累 但是你必须要读 因为你读完了才能找到工作 懂得人间的因缘 你就不会再去做那些 有果报的事情 只要好好延续下去做 那你一定会懂得什么叫真正的人间真地 真正的 学佛 靠着自己的心 来改变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彻底改变自己 就是彻底的 理解这个世界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所以一切无常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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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